美国马上要搞一个所谓的民主峰会 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作秀 政治操作也是一场闹剧 首先他没有资格来召开所谓的世界的民主峰会 谁给他这种权利 美国以人权老大自居 以民主的天堂做样子 实际上现在全世界对美国民主的真相 已经了解得非常的清楚 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 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这也是他们感到了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